孝桓皇帝上之上 为傅灵王 六月 太尉胡广霸 光禄勋杜桥为太尉 自礼顾之费 朝野丧气 群臣侧足而立 为桥正色无所回脑 由始朝野皆已妄言 秋七月 渤海孝王洪洪 吴子 太后立帝离吾侯盔为渤海王 以奉洪寺 照以定策宫 一封梁济万三千户 封济地不宜为颖阳侯 蒙为西平侯 济子印为湘义侯 胡广为安乐侯 赵介为楚庭侯 袁汤为安国侯 又封中常侍刘广等皆为列侯 杜桥谱 古之明君皆以用贤赏罚为物 师国之主 其朝岂无真干之臣 典告之偏哉 唤德贤不用其谋 掏书不施其教 闻善不信其义 听禅不审其礼也 陛下自藩臣即位 无人主心 不及忠贤之礼 而先左右之风 梁氏一门 患者微孽 并带无功之福 列劳臣之土 其为乖烂 胡可生言 福有功不赏 为善施其望 兼回不结 为恶似其凶 故臣自辅而忍米味 班绝位而悟无劝 苟岁思道 岂以伤政为乱而已 丧身亡国 可不慎哉 书奏不行 八月以为 立皇后梁氏 梁记欲以厚礼迎之 渡桥拒之旧点 不听 记主桥 举梵工为上书 桥以工为脏罪 不用 游士日午余计 九月丁卯 京师地震 桥以灾疫侧免 东十月 以司徒召界为太位 司空元汤为司徒 前太位胡广为司空 患者唐恒左管 共赞渡桥于帝约 陛下前当即位 桥于礼顾抗议 以为不堪奉汉宗寺 第一愿之 十一月 清和刘文 与南郡妖贼刘伟交通 望言 清和王当统天下 与共立算 是绝 文等遂结清和相谢昊曰曰 当立王为天子 以号为公 号骂之 文刺杀号 于是补文伟诸之 有思合奏算 作贬决为魏氏侯 喜贵阳自杀 梁决 梁济因屋里顾渡桥 云与文伟等交通 请贷案罪 太后宿之桥中 不许 祭遂收顾下狱 门生渤海王调 灌谢上书 正顾之网 河内赵成等数十人 亦妖辅至亦阙通诉 太后赵舍之 即出谕 经师势力皆称万岁 继闻之大经 为顾明德中为己害 乃更聚奏前世 大将军长使无诱 商顾之网 与既争承之 既怒不从 从事钟郎马荣 主为既做张表 荣实在座 又为荣曰 礼公之罪成于轻手 礼公若诸 请何面目是天下人 既怒起入世 又亦静去 故遂死于狱中 临命 与胡广召界书曰 故受国厚恩 是已截起骨功 不顾死亡 至欲扶持王室 比龙闻宣 何图一朝 良事弥谬 功等屈从 以己为凶 成事为败户 汉家衰微 从此时矣 功等受主厚禄 顶而不服 轻负大事 后知良事 其有所思 故身已矣 于亦得矣 福富何言 广界得书悲惨 皆长叹流涕而已 既使人写杜桥约 早从已 妻子可得权 桥不肯 明日 既遣既至其门 不闻哭者 遂白太后收戏之 亦死欲中 既替顾桥师 于城北四渠 令 有感令者 加其罪 故弟子 汝南锅量 上未惯 左提张月 右柄辅制 亦阙上书 其收顾师 不报 与南阳董般 聚网令窟 守桑不去 厦门亭长 何知曰 清曹何等俯生 公犯诏书 与干事有思乎 亮曰 一知所动 其知性命 何谓以死相聚焰 太后闻之 皆设不诛 渡桥顾院 沉流阳筐 豪气兴行 到洛阳 着顾斥责 托为厦门亭力 守护师丧 即十二日 都官从事 执之以闻 太后设之 匡音亦阙上书 并起李渡二公 海骨 使得归藏 太后许之 匡送 乔桑还家 藏气 行福 遂与锅亮洞般 皆隐匿 终身不适 梁记出 无诱为何奸相 又自免归 足于家 既以流伪之乱 死诸木之言 于是请崇浩为 从事中郎 见鸾巴为一郎 举木高地 为事玉室 适岁南禅于兜楼处死 衣领施竹就禅于车而立 二年春正月夹子 帝家圆福 耕武设天下 三月雾晨 帝从皇太后 姓大将军继辅 白马枪 扣广汉蜀国 杀掌力 一周刺史 甩板笋蛮 讨破之 下四月丙子 奉弟弟雇 为平原王 奉孝崇皇寺 遵孝崇皇夫人 为孝崇元贵人 五月鬼丑 北宫夜亭中 德阳殿及左夜门火 车架宜姓南宫 六月 改清河为甘陵 李安平孝王德子 京侯李为甘陵王 奉孝德皇寺 秋七月 京师大水 三年下四月丁卯会 日有十支 秋八月遗筹 有星背于天室 京师大水 九月吉卯地震 耕吟地右震 郡国武山崩 东十月 太位赵介免 以司徒元汤为太位 大司农河内张新为司徒 四岁 前朗陵侯相寻书族 书少博学有高兴 当时明贤礼顾礼应 解失踪至 在朗陵 立氏明智 称为神君 由子八人 简滚静岛 汪爽素砖 并有名称 食人为之八龙 所居李旧名西豪 影音令渤海远康 以为西高阳市 有才子八人 更命起李 曰高阳礼 应性简康 无所交接 唯以书为师 以同郡 陈时为有 寻爽 长旧夜应 因为其遇 祭还 喜悦 今日 乃得遇 礼君矣 其贱目如此 陈时出于丹威 为郡西门亭长 彭郡忠浩 以赌姓称 前后九辟公府 年辈远在时前 隐语为有 浩为郡公曹 辟司徒府 临此 太守问 谁可待清者 浩曰 明府遇必得其人 西门亭长 陈时可 时文之曰 中军四不查人 不知何独食我 太守遂以时为公曹 时中常事猴懒 托太守高伦用力 伦教 属为文学院 时之非其人 怀喜请见 言曰 此人不宜用 而侯常事不可为 时起从外属 不足以陈明德 伦从之 于是相论怪其非举 时中无所言 轮后被争为上书 郡中士大夫 送至轮士 轮位众人曰 无钱为侯常事用力 臣君密持教环 而于外白属 必闻一者 以此少知 此就由故人 未但强欲 臣君可谓 善则称君 过则称己者也 实故自隐签 文者方叹息 由是天下福其德 后为太丘长 修得清静 百姓已安 临献民归附者 使者殉道辟解发浅 各令还本 司官行步 立律民有颂者 白玉禁之 十曰 颂以求职 禁之 立江和身 其物有所居 司官文儿叹息曰 臣君所言弱势 其有冤于人户 以静无诵者 以配相复脸为法 解印受去 立民追思之 忠号肃语寻书其名 李英常探曰 寻君轻时难上 忠君至得可施 好兄子谨母 英之姑也 简好学木骨 有退让风 与英童年 具有声名 英祖太尉修常言 简似我家姓 邦有道不费 邦无道免于行路 父以英昧弃之 英卫谨曰 孟子以为 人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地于是 何态无造白也 简常以英言白号 号曰 原理祖父在位 诸宗并圣 故得然乎 喜国子号召人过 以致怨恶 今起其实也 必欲保身全家 耳道为贵 和平元年 春正月甲子 摄天下改元 遗愁 太后赵归正于帝 使霸昌志 二月甲银 太后梁士邦 三月 车架喜姓北宫 甲午 藏顺烈皇帝 增封大将军 祭万户 并钱 和三万户 封祭其孙寿 为乡成君 兼时 扬笛租 岁入五千万 加赐赤福 比掌公主 受善为腰太 以蛊惑计 即慎宠淡之 既爱贱奴秦宫 官至太仓令 得出入寿所 威权大阵 四十二千淡 结叶辞之 既与寿 对皆为宅 单及土木 互相夸境 今欲真怪 冲击藏室 又广开远谱 财土筑山 十里九板 身临绝鉴 有若自然 齐勤寻寿 飞走其间 寄寿 共乘碾车 游观地内 多从昌记 憨欧净路 或连日记夜 已成余字 可到门 不得通 皆请谢门者 门者 累千金 有多拓临院 周便尽献 其兔院 于河南城西 经更数十里 以习所在 调发生兔 克其毛 以为至 人有犯者 罪至死刑 常有西域谷 胡 不知禁忌 误杀一兔 转香告言 作死者 食余人 又起别地 于成西 以纳监王 获取良人 稀为奴婢 只数千口 名曰 自卖人 既用寿言 多斥夺 诸粮在位者 外以事 谦让 而食宠 孙氏 孙氏 宗亲 冒名 为 世中 清 孝 俊守 掌力者 食余人 皆 贪涛 凶淫 各使 斯克 吉属 献妇人 批以 他罪 必欲掠考 使出钱自赎 资物少者 至于死 有福丰人 誓孙愤 居父 而姓令 即以马圣位之 从代钱 五千万 奋以 三千万语之 即大怒 乃告俊献 任奋母 为其守藏壁 云道白珠石湖 自今千金 以盼 遂收考 奋兄弟 死于狱中 惜莫其资财 亿七千余万 既又 浅客 周流四方 远至塞外 广求义务 而使人 父 常事 横报 欺略 妇女 欧几立足 所在愿读 世遇使诸牧 自以济顾立 奏济鉴约 明将军 帝有身博之尊 位为群功之首 一日行善 天下归人 中朝为恶 四海倾腹 情者官民俱溃 家以水虫为害 经师诸官费用增多 诏书发调 获至十倍 各言 官无献财 皆当出民 棒掠割拨 抢令充足 功夫济重 撕脸又深 牧手掌力 多非得选 贪拒无厌 欲民如鲁 或绝命于垂楚之下 或自贼于迫切之求 有掠夺百姓 解脱之尊父 遂令将军结怨天下 利民酸毒 道路探街 喜永和之末 刚济少持 颇失人望 四五岁耳 而财空互散 下有离心 马敏之徒 马敏之徒 长臂而起 惊阳之间 积成大患 信赖顺列皇后 出正清静 内外同立 即乃讨定 尽百姓七七 困于永和 内非仁爱之信 可得容忍 外非守国之计 所以久安也 福将相大臣 君体元首 供于而驰 同舟而祭 于请周父 换时供之 其可以去名吉妹 吕微自安 主顾时困 而莫之叙护 以十亿载手 非其忍者 减省地宅 元池之费 拒绝郡国 诸所奉送 内以自明 外解人祸 使邪奸之力 无所依托 思察之臣 得尽耳目 现度既张 元耳轻衣 则将军身尊 事显 得要无穷矣 既不纳 既随专朝纵横 而由交捷 左右宦官 认其子弟宾客 为周郡要职 欲以自顾恩宠 牧有奏计即即见 既终不悟 报书云 如此 仆役无一可耶 然肃众目 亦不甚罪也 既遣书亦乐安太守 陈藩 有所请托 不得通 使者诈称 他客求业藩 烦怒 吃沙志 做左转修武令 使皇子有急 下郡县是真要 而既遣客 积书亦经照 并获牛皇 经照引南洋严赌 发书收客 曰 大将军交房外加 而皇子有急 必应缠尽一方 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 遂杀之 既残而不得言 有思常旨求其事 独以并免 下五月更晨 尊伯援贵人 约孝崇厚 公约永乐 至太仆 少府以下 皆如常乐宫故事 分巨鹿九县 为后汤木义 秋七月 子同山崩 元家元年 春正月 群臣朝会 大将军记 带剑入省 上书 蜀骏张陵 何斥令出 赤虎奔 与林夺剑 既贵谢 灵不应 及何奏计 请庭位论罪 有诏 以一岁凤熟 百疗肃然 何难饮不宜 常举灵孝莲 乃未灵月 西举君 是所以自法也 灵月 明府不以灵不孝 物见浊序 谨身攻陷 以报私恩 不宜有愧色 鬼有 涉天下 改缘 良不宜 好经书 喜代事 良计即之 转不宜为光露熏 以其子印 为河南印 印年十六 容貌甚漏 不生官代 道路见者 莫不吃笑 不宜自耻兄弟有戏 遂让位归地 与地盲 闭门自首 既不欲令 与宾客交通 因使人便扶至门 既往来者 南郡太守 马荣 江夏太守 田明出厨 过夜不宜 既逢有思 奏荣 在郡贪拙 以及他事献明 解昆痴 喜朔方 荣自赐不书 明碎死于路 下四月极丑 上微行 醒河南印 梁印辐射 适日 大风拔树 晝昏 上书 杨炳 上书曰 陈文 天不言语 以灾意浅告 王者至尊 出入有常 紧闭而行 静视而止 自非娇妙之事 则拦其不嫁 故诸侯入诸臣之家 春秋上列其界 旷于以先王法福 而思出盘游 降乱尊卑等微无序 侍卫守空宫 喜福为女妾 设有非常之便 人章之谋 上赴天地 下回米吉 地不纳 禀赞之子也 经诗汉 人成梁国姬 民相识 司徒张心罢 以光禄勋 吴雄为司徒 北匈奴忽眼王 寇一吴 拜一吴司马毛铠 攻一吴屯城 照敦煌太守马达 降兵救之 至蒲泪海 忽眼王隐去 秋七月 武陵满返 东十月 司空湖广致市 十一月新四 京师地震 照百官 举独行之事 卓俊举崔石 一公车 娼病 不对策 退而论事事 明曰正论 其词曰 凡天下所以不智者 常有人主 常平日久 俗见避而不悟 正尽衰而不改 习乱安危 突不自堵 或荒丹事欲 不须万机 或耳臂真会 厌尾忽真 或犹豫其路 末世所从 或见信之所 囊括首路 或疏远之臣 严以见废 是以王刚 纵持于上 至事 欲依于下 悲伏 自汉兴以来 三百五十余岁已 正令购丸 上下代谢 百姓消然 贤富四 忠兴之旧已 且即使整事之术 在于不战绝坏 知主邪清 随行财歌 要错私事 于安宁之欲而已 故圣人执权 遭使定制 步骤之差 各有云舍 不抢人以不能 被急切 而目所闻也 改孔子 对社工 以来源 哀功以临人 井功以竭理 非其不同 所及异物也 俗人 居闻千古 不达全智 其为所闻 简乎所见 无可语论 国家之大事在 故 言士者 虽何盛听 折见己多 何者 其完事 暗于实权 安息所见 不知乐成 况可律实 高云率由旧章而已 其达者 或精明度能 齿策非己 无比奋词 以破其意 寡不胜众 遂见兵器 遂既谢复存 由将困咽 思贤智之论 所以常奋育 而不深者也 凡为天下者 自非上德 言之则智 宽之则乱 何以名其然也 尽孝宣皇帝 明于军人之道 审于为政之理 故言行俊法 颇尖贵之胆 海内倾诉 天下秘儒 算计见效 优于孝文 即原地即位 多行宽政 足以堕损 威权使夺 遂为汉士 激获之主 正道得失 于思可见 喜孔子 坐春秋 包其环 亦禁闻 叹管众之功 福其不美文武之道哉 常达全旧臂之理也 圣人能与世推移 而俗世苦不知变 以为吉省之约 可复制乱秦之序 甘期之物 足以解平成之为 福雄精鸟身 随严厉之树 非伤寒之理 呼吸吐纳 随度计之道 非虚骨之高 改为国之法 有四厘身 平则制养 即则攻焉 福刑罚者 制乱之药食也 得教者 兴平之凉肉也 福以得教除残 是以凉肉养集也 以刑罚制凭 是以药食供养也 方进成百王之弊 执厄运之会 自数世以来 正多恩代 欲为其配 马代其贤 四目横奔 黄鹿险清 方将前乐见周已救治 起下明和鸾 调节奏在 喜文帝 虽除肉行 当斩幼职者气势 吃者 往往致死 是文帝 以炎制平 非以宽制平也 十 愿之子也 山阳众长统 常见其书 探阅 凡为人主 以写一通 智制作策 陈光曰 汉家之法 以言以 而崔时 由并其宽 何在 改衰世之君 帅多柔诺 凡于之左 为之姑息 是以全性之臣 有罪不作 豪华之名 犯罪不诸 人恩所失 止于目前 奸鬼得志 既刚不利 故催时之论 与缴一时之网 非百事之通义也 孔子曰 正宽则民慢 慢则揪之以猛 猛则民残 残则失之以宽 宽以既盲 盲以既宽 正事以和 死不义之常道矣 润月耕舞 人成结王重轰 无子国绝 以太常黄穹为司空 地狱包重良计 使中朝二千代以上 会议齐礼 特进湖广 太常阳谱 私立校尉 筑田 太中大夫 宾少等 贤昌 既以之勋德 以彼周公 赐之山川 土田 附庸 黄穹读约 既潜以亲营之劳 增益万三千户 有其子印 一家封赏 仅诸侯以户益为智 不以礼数为宪 既可比邓宇 何时四宪 朝廷从旨 于是有私奏 既入朝不屈 见旅上殿 夜赞不明 礼仪比萧和 西以定陶 扬成渔户 增丰为四宪 比邓宇 赏赐金钱 奴婢 彩帛 车马 衣服 甲地 比霍光 以书元勋 美朝会 与三宫 决席 十日一入 平尚书室 宣布天下 为万事法 既由以所奏礼伯 亦不悦 二年春正月 西域长使王静 为余田所杀 初 西域长使赵平 在余田 并拥死 平子迎丧 到京居迷 居迷王成国 与余田王建 素有戏 为平子曰 余田王令狐一 持毒药灼窗中 固置死耳 平子信之 还 以告敦皇太守 马达 会静 代为掌使 马达令静 引合余田市 静先过居迷 常国赴税云 余田国人 欲以我为王 今可因此最诸见 余田 必服矣 静贪力功名 前到余田 设工具 请见而因徒之 或以静谋告见 见不信 约 我无罪 王长使 何谓欲杀我 但日 见从官署 数十人 一静 坐定 见起 行酒 静 赤左右 直之 立誓 并无杀 建议 官署 西德 突走 使 常国主部 秦牧 随静再会 持刀出 约 大事已定 何谓 负疑 及前斩剑 于田侯 降书伯等 遂 会兵 恭敬 静 持剑头 上楼宣告 曰 天子 使我 诸剑耳 书伯不听 上楼 斩镜 选手 于世 书伯 自立为王 国人杀之 而立 剑子 安国 马达 闻 王静死 欲将 朱俊兵 出塞 鸡鱼田 地 不听 征达 还 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 亮道 开木于田 领自斩书伯 使书伯死以惊月 乃断死人头 送敦煌 而不言其壮 两后之奇诈 而静不能逃也 秉晨 京师地震 下 四月甲晨 孝崇皇后 掩饰崩 以地地平原盲石 为丧主 练诵制度 比恭怀皇后 五月新卯 葬于柏陵 求七月更晨 日有十之 冬十月以害 京师地震 十一月 司空黄穷敏 十二月 以特进赵界为司空 永兴元年 春三月丁害 地姓洪池 下四月秉身 摄天下 改缘 丁有 济南道王广宏 吴子 国厨 秋七月 郡国三十二皇 河水溢 百姓 基穷 流荣者 数十万户 冀州 游慎 照以 士玉史 珠牧 为冀州 刺史 既不令长 闻木济和 解印受去者 四十余人 即道 奏和朱骏贪污者 有志自杀 或死狱中 患者 赵中丧父 归葬安平 建为狱侠 牧下俊暗宴 立位其言 遂发木剖关 陈诗出之 帝文 大怒 征目一庭位 书作作孝 太学书生 影川流桃等 数千人 一阙上书 送木曰 福建 持行徒 珠牧 楚宫 忧国 拜周之日 至轻奸恶 常以 常侍 贵宠 父子 兄弟 不在 周郡 竟为虎狼 适时 小民 顾目 张礼天罡 不 坠漏目 裸取 残祸 以色 天意 由 是 内观 贤 贡 汇集 邦读 凡兴 禅 戏 仍作 及其行者 书作作孝 天下有时 皆以目 同秦与记 而辟 公滚之力 若死者有志 则堂地 怒于崇山 崇华 奋于 仓墓 以 当今 中观 进席 切齿 果饼 手握 王爵 口 咸 天线 运赏 则是恶力 富于 祭孙 呼吸 则令 一言 化为 节直 而目 独 抗然 不顾 身害 非 勿容 而好 辱 勿生 而好 死也 土感 王刚之 不赦 据天 刚 之 酒 师 故 劫心 怀佑 为上 身 计 臣愿 请手 戏 带 目 书 作 地 揽 其奏 乃 设 之 东 十月 太位 元汤 免 以太长 胡广 为太位 司徒 吴雄 司空 赵 介 免 以太仆 黄穹 为司徒 光路 尽 寻防止 为司空 武灵满 沾山 等返 武灵 太守 汝南 应奉 招降之 车师 后部 王 阿罗多 与 务部 后 言 好 不相 得 奋力 而返 攻为 屯田 杀伤 利士 后 部 后 探 遮 领 愚民 盼 阿罗多 亦 汉 立 祥 阿罗多 破级 从百余 纪 亡入 北匈奴 敦 皇太守 宋 亮 赏 立 后部 顾王 君救 质子 卑君 为王 后 阿罗多 负从 匈奴 中环 与 卑君 争国 颇 收其 国人 勿 效 未 言 祥 利其 招引 北鲁 将乱 西域 乃开信 告示 许 父 为王 阿罗多 乃 亦 祥 祥 于是 更立 阿罗多 为王 将 卑君 还 敦 皇 以后 步 人 三百 帐 与之 二年春 正月 甲 午 摄 天下 二月新丑 父听 刺史二千旦 行三年丧 鬼卯 京师地震 下 黄 东海 渠山崩 以卯 封如母 马慧子初 为列侯 秋 九月 丁卯 朔 日有 十支 太尉 胡广 免 以司徒 黄穹 为太尉 润月 以光露 勋 引颂 为司徒 东 十一月 甲晨 帝 教列 上林院 遂至 寒谷关 泰山 狼牙贼 公孙举 东郭 斗等 反 杀 长力 永寿元年 纯 正月 物身 摄天下 改元 二月 私立 济州 鸡 人 相识 太学生 刘桃 上书 陈氏 曰 福天之与地 地之与民 由头之与足 相须而行也 陛下 目不是明条之事 而不闻 弹车之声 天哉 不有痛于肌腹 阵时 不及损于圣体 顾灭三光之谬 请上天之怒 福念高祖之起 始自不一 和散福上 刻成地业 秦亦至矣 留福一座 置于陛下 陛下 既不能增名 列考之鬼 而护高祖之秦 望甲利济 伟受果饼 使群丑行礼 山亦小民 虎豹枯于迷场 豺狼入于春幼 获执者为穷冤之魂 贫内者作饥寒之鬼 死者悲于尊息 生者欺于朝野 使愚臣所谓资戒 常怀叹息者也 且秦之江王 正见者诸 愚尽者赏 家言急于忠舌 国命出于禅口 善言乐于咸阳 受赵高以车府 全去己而不知 威离身而不顾 古今一魁 成败同事 愿陛下援览强秦之清 尽查哀平之便 得师昭然 祸福可见 陈又闻 为非人不服 乱非智不救 且见顾济州赐使 南阳珠牧 前乌环校尉 臣同郡礼英 皆吕正清平 真高觉俗 此时忠兴之良左 国家之助臣也 宜环本朝 贾府王室 臣敢土不食之意 于慧言之朝 由冰霜渐日 避至消灭 尘时悲天下之可悲 仅天下一杯 尘之余祸也 书奏不行 下南阳大水 司空防止免 以太长寒银为司空 八郡亦州郡山崩 秋 南匈奴左御剑台旗 居取博德等返 寇美计 东腔腹举种应之 安定蜀国都尉 敦煌张焕出道职 碧中唯有二百许人 闻之 即乐兵而出 军力已为力不敌 叩头争指之 缓不听 遂进屯长城 收集兵士 遣将王位朝右东腔 因距秋辞县 使南匈奴不得交通 东腔诸豪遂相帅 与换供鸡御剑等 破之 博德惶恐 将其重详 郡戒以宁 枪毫未换马二十匹 金渠八枚 换于诸枪前 以酒类地约 使马如羊 不以入旧 使金如素 不以入怀 惜以还之 前此八都位 率好财货 为枪所换苦 即换正身解己 吾不悦福 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 蜀郡蜀国已返 初 先卑谭食怀 永见有制掠 部落未福 乃是法尽 平屈直 无敢犯者 遂推已为大人 潭食怀 力亭于 淡乌山 辍求水上 去高流北 三百余里 兵马甚圣 东西部大人 皆归阴 因南超原边 北聚丁陵 东却浮于 西寄乌孙 进聚匈奴故地 东西万四千余里 秋七月 潭食怀寇云中 已故乌环校尉 李英为渡辽将军 英道边 枪湖 解望封卫福 先所略男女 西翼赛下送还之 公孙举 东郭斗等 聚众至三万人 靠青眼徐三周 破坏郡县 连年讨之不能克 尚书选能智聚者 以司徒院 应穿韩勺为营长 贼闻其弦 相戒不入营镜 于县流民万余户入县界 勺开仓阵之 主者征畏不可 勺曰 掌火勾贺之人 而以此服罪 含笑入地矣 太守素之勺明德 竟无所作 勺与同郡 寻书忠号陈时 积常为县长 所致以德政称 识人为之 应穿四掌 初 先碑寇辽东 书国都尉断炯 帅所领持赴之 继而恐贼京去 乃使一计 炸击喜书赵炯 炯于道伪退 前于环路设伏 卢以为信然 乃入追炯 炯因大纵兵 惜斩获之 做诈为喜书 当服众行 以有功论思寇 行径拜一郎 至是 照以东方盗贼昌赤 令宫卿 选将帅 有文武才者 司徒引诵 剑炯 拜中郎将 即举斗等 大破绽之 或守万鱼疾 与党降散 风炯为列侯 东十二月 地震 风梁布以子马 为影音侯 两印子桃 为成府侯